欢迎小董在中广的论坛 我们今天做直播 那很多朋友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留言板 上面讲讲一些话 现在国内新闻非常多 我每天大早我都要看很多媒体 当然四大报 再加上在高雄 很有公信力的真诚报 真假的早晨的晨 他报道高雄的时候 他是最公正 而且最继续迷移 所以这五大报再加上 你看的晚报 一般来讲 这是紫本的媒体 然后电台 电视 有线电视 然后在网路 所以每天要笑话的新闻非常多 但是这些新闻最主要就是 都在重复 那他的来源主要就这些报纸里面来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抄 有些人要跑独家 要写独家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 说柯文哲跟蔡英文碰面 双方在协调的时候 柯振英要求 蔡英文 先交出战犯 战犯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认为在险级里面 受到很多大的攻击 那这些攻击 让他险胜 但他对立营 疑恨未消 说先把战犯交出来 刚刚总统武发新闻稿 今天一大早有人去问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 发言人说 没办法评论 因为没有这个事 总统武刚刚发新闻稿 说 本身就没有这个事情 而且该报没有向总统武求证 就敬为错误的报导 总统武感到高度遗憾 而且要求视为更正 这些拗口的讲话 他其实就告诉我们 说自由时报报的是假新闻 简单讲就这样 可是大家不愿意得罪他 就拗口就绕来绕去 台北市政府跟总统武手讲了 只有告诉我们 自由时报在报假新闻 就这样而已 大家不敢得罪他 不敢讲出来 现在不是抓假新闻 是民进党政府最重要的要务吗 可是自由时报是支持民进党的 你看台北市长选取自由时报 是打科文哲的 是挺牙文哲的 你可以看到那些立营的电视台 都挺牙文哲打科文哲 只是科文哲没有被打死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因为科文哲他有 另外自己的网络 他这网络的感染力 不信于一般传统的媒体 那他在网络里面 他选择自己要的来回答 所以大家看到整个选举 他就是一个网络战 一个资讯战 一个媒体战 那13个月以后的选举 一样 所以蔡政府现在说我要抓 抓假新闻 抓假新闻 什么假新闻 日本关系机场 那你看你看 法院判决就下来了 法院有没有配合政府 配合民进党政府 有啊 说那个游姓大学生 那是假新闻 那怎么会是假新闻 那新闻当然是真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游姓大学生后来 自己又添流假住 说他打气 我们的租立代表处 代表处泰都阿万不理他 这东西是真是假 让他自己去解释 我觉得我判断应该是假的 但是 中国大陆有派人去 接他的同胞 当然有 怎么会没有呢 连 现场台湾的同胞 都被接出来了 怎么会没有 他只是接了地点 不是你讲的那个地点 他不是在机场 骑楼你这边走下来 就可以上 上车的地点 而是他要过个桥 然后来 上中国大陆派来的游览车 但是这是千真万切的真新闻 我讲这个 我不是说我来挑战法院 或者挑战政府或怎么样 我就是论事 我是不管你是 多么大咖或怎么样 有话直说 是小总 那我觉得 我有不同的观点来看 我也要说 新闻大家有 有人断章起义 接一断 然后就说 你看我这东西是真的 没错啊 网路很多东西都说 我这东西是真的 但是 他是断章起义的 我们 记者看起义 我们自己有警戒 那很多人没有警戒 你看 你看 哇 这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朋友问我说 你有没有看到网路 哪一个影片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看 那你为什么不评论 为什么 网路的东西 它不是完整的 你怎么评论呢 你要讲他是假 他说我没有假 我这一段是真的 对不对 小董 对一个事情 表达一个事情 一个看法 用三个字 干什么 有人把我 什么这两个字 把它剪掉 你看小董 在节目上都在讲脏话 对不对 那是真的啊 那句话是我 那个字是我讲的 可是我是讲 三个字 不是讲一个字 各位你懂了吧 这个就是剪接的效果 但是 我要告诉各位 你看很多新闻 其实要看比较前面 不要受那些人影响 在台湾 我们很多新闻 你今天看到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说民进党显书了 为什么昨天促转会 要推出了一堆东西 所以要把纸币 把它改了 他们行文给中央银行 里面有 蒋中正 蒋介石的那东西 他们想把它改了 第二个呢 要求 金方要求国防部 所有 蒋介石 蒋中正的数项 通通拿下来 国防部已经一口忌解他了 没有这回事 第三个要干嘛 中正纪念堂 相关那些东西 要做调整 尤其 一对也不要 不要在中正纪念堂那边 弄一对 各位你听了 是不是哈哈大笑 这些人在干嘛 杨翠 杨翠是代理 行政院派他代理 可是这个代理是不合法的 代理 促转会的主委 我们知道 促转会的主委 副主委 还有他的委员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他是由行政院长提名 可是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才是 他的主委黄黄雄辞职了 副主委张天青 也辞职了 因为他就是讲 促转会就是东厂 那他的委员 可以不可以代理主委 当然不可以 因为他跟其他单位不一样 他是独立机关 而且要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只同意你杨翠当委员 没有同意你当主委 你不能代理 那是不符合的 各位朋友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不能死 不能去执行 主委该有的工作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但是他硬要上 他怕别人看不起他 他就出来开记者会 说出转会半年来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做了就刚刚小总讲的那些 要中安银行改钞票 要国防部 把所有营气里面老奖 总统的像把它拿掉 然后要中安银行 做了非常多的改组 而且最重要 不准再有 一对 我有时候看这新闻 我就哈哈大笑 为什么 因为这就 第一个杨翠急者要表现 第二个呢 又显殊了 显殊 那我就来报复你 显殊了就来报复啊 对不对 各位 你今天看到就这样啊 显殊了就 用其他的方式报复 以前哦 陈水扁 民国八十七年跟马杨九 选台北市长 陈水扁行求连任 后来阿扁选输了 马杨九选赢了 没想到八十九年 陈水扁当总统 他就开始报复台北市啊 那执行的怪子走 就是林权啊 台北市 你要什么钱 没有 你要整治机要合 没有 一毛钱都不给 我就报复你 民进党就是一个 报复的政党 我过去跟林权 交情还不错 还蛮好的 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看不起这个人 而且鄙视啊 怎么会有这种心胸的人 对不对 我过去觉得 林权有些事情还不错 那我看了哦 我就看政治就这样 一个人 人格是要长长久久 这个人能不能交朋友 我们总希望跟他交往一辈子嘛 但是 一辈子的朋友 你有很多动作 你就觉得 这种人格是值得鄙视的 林权 陈水扁 他们就是这样 我选输了 可是我一招比你大 我就来 我就来报复你 那时候陈文健 在当立委 气得要死 因为 林权跟陈水扁 给基隆和的整治的补助 给基隆市 给台北县 然后独独不给台北市 基隆和上游在基隆 对不对 中游 在台北县 汐止瑞芳那边嘛 那时候叫台北县 然后下游 在台北市 从南港这边进来 你河流有至上面 中段 然后不至下游的嘛 所以你有时候讲这人 那种报复的心态 在我们政坛上 在立营里面非常严重 他们在立法院 昨天提出来的 要求这样 小总挤一个简单的 各位等一下Google 我雅虎 你随便搜寻你都可以看到 大概八九个月前 海军 有一个上兵叫 苏麒麟 各位请把名字写下来 苏贞昌的书 祈祷的祈 祈祷 麒麟的麟 他很会 耍枪你知道吗 我们一队的枪 他耍得非常漂亮 他可以用眼睛 把用黑布白眼睛蒙起来 然后丢上去 凭着感觉 凭着经验 凭着自己的熟悉度 再把枪从背后接回来 这招厉害吧 他跟他部队请假 说现在美国有一个比赛 就是这个一队的 我想去参加 我跟部队请假 我自费 那部队觉得说 可以啊 好啊 对不对 就准拉架了 结果他去比赛 没有得关心 得第四名 第四名 因为他用这一招 很多人觉得 哇 这个太厉害了 然后他里面讲了一段英文 他说 非常感谢 世界一队学会 你们办的这个活动 这么多人在看 让我有机会在这边 大肆伸手 我爱我的国家 我爱台湾 他讲的这 用英文讲这段话 那当然 我们媒体就大肆报道 台湾之光 这台湾媒体 一向这样 吴宝春 大家讲台湾之光 陈吉就 高雄开了场 陈吉就去陪他 然后就开幕 哇 台湾之光啊 哇 然后蔡英文 哎呀 我最喜欢吃吴宝春的 我每次到高雄 集结都会买 吴宝春的面包给我吃 哇 每个人张光 两个礼拜前来 吴宝春 在民进党 在立营的人 变成怎么样 变成大家骂 他们就是 用这种态度 各位 我不是要讲吴宝春 我讲的是书其赢 各位 你用心自己来想一想看 全世界 得第四名的 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那我不要得一二三名好了 我得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会比不过第四名 会有这样吗 不可能嘛 但是因为我们媒体 因为台湾 既然可以拿到第四名 对不对 哎呀 中华民国的焦点 而且是一个现役军人 大家就吹捧了 我无意中 那个我觉得 第四名非常了不起 平常先讲 非常了不起 而且智慧 这旗 旗帜可佳嘛 对不对 然后 后来下来结果是怎么样 下来媒体就一直报道 台湾之光 海军了不起 海军的上兵 他是一个志愿兵 志愿兵只当到上兵 可见他对于他这个工作 多么喜欢 对不对 上等兵而已 连士官都不是 小董还是个下士 我是下士班长 但是各位看 那这样的光彩 我们跟他鼓鼓掌 不管第几名 对不对 好歹露脸了 但是不要吹息到 第四名比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厉害 那这个就 就违反常识了嘛 但第四名也很了不起 了不起到什么时候 各位请上网 苏麒麟 祈祷的祈 麒麟的祈 麒麟是一种 神话中的 的兽啦 那祈祷呢 就是我们要祷告 要祈祷 苏贞昌的苏 我为什么说你那个 因为你只要上网 你就知道 小董所讲的 百分之百是真啦 今年五月十号 蔡英文总统 在总统五夜见他 他觉得哇 总统召见 我是个上兵 他是三金统帅 最大的光荣 部队也是说 你要好好 长官就陪他去 总统召见 他当然召见是个荣耀 他带他太太 带他的小孩子 结果去 哇 蔡总统跟他见面 哇聊得很愉快 大为赞赏 替台湾 蒸了很多光彩 小孩就在大厅里面玩 结果这个是直播的画面 你知道吗 蔡英文现在也喜欢做直播 结果很多人看到说 哎呀真是没家教 小孩让他这样 在总统五这边跑 结果总统 总统五发新闻稿 替他讲话 就像刚刚总统五 发新闻稿 讲自由时报 没有向我们查证 放这个假新闻 他没有讲假新闻 假新闻是小董讲 但他的意思就是假新闻 他说你放这个新闻 是不对的 你应该向我们查证 希望你们能够更正 总统五刚要求 自由时报更正 自由时报会不会更正 大家看明天的自由时报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 总统五替苏麒麟 等你的小孩都讲了 那这个事情是很光彩的 对不对 大家小孩子活泼 他哪会知道 这总统是什么 我看法一样啊 你说你总统都到 哎呀我带小孩子 小孩子坐在那边不敢动 没有这道理嘛 大家放轻松嘛 所以总统有帮他 花新闻稿 就说 哎这小朋友在这边 很活泼 总统不以为意 这个没有说不礼貌 各位朋友 苏麒麟 退伍了 11月14号退伍了 我要讲 这是所谓的台湾之光 一队 一队是台湾之光 促转瑞 说不准有宜队 为什么 代表威权 中生建堂不准有宜队 那我就很纳闷啊 那我们以后宜队 只能到国务计算馆 只能到庄内池 全国就剩这两个地方 因为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其他地方都不准有了嘛 是不是 只剩国务计算馆跟台北沿山啊 那他能够表演的场地越来越少 台湾之光 一方面称赞他 一方面不给他们表演场地 他们 表演 各位你如果看英国 你小时候看过 一个清凉的 插起来很凉的 因为我不方便讲他产品的名字 一条歌 你看到英国 白金汉宫前面 哇大家很开心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插了这个就多凉 多清凉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羡慕了要死 他们的仪队 好漂亮 那来台湾 来中华民国 看我们的仪队 哇觉得真是了不起 那很多人都希望看到我们威武的三金一对 看到宪兵在交接 看到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很开心 那我请教一下 那你出转会 今天是代表谁啊 输了不甘愿 帮蔡政府报仇吗 那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各位朋友 台湾 智光 原来是有选择性的 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讲相关话题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播到网路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 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台北桃园AM648 新竹AM882 苗栗埔里AM1413 台中张化南投AM720 嘉义云林AM1350 台南AM1296 高雄屏东AM864 宜兰AM630 台东AM819 花莲AM855 玉里AM1116 中立中肯中广新闻网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小董 小董在这边温柔大家 而且要注意天气 今天的天气 它其实早晚温差很大 我刚来是出大太阳 但是它空气还是有点凉 那中南部 云嘉兰 高屏 彭 彭幕没有 高屏 这边 它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很多朋友说 哇 怎么会变人 你看高雄 十个 空测站 十二个空测站 有十个是红色的 红色那是最严重 所以今天 韩国瑜的团队 刚刚大家听中广的新闻在播报 他们上船到爱河去勘察场地 准备要做就职的 我好多朋友都接到了 韩国瑜的邀请函 那有的人就说 因为邀请函很多人都要 所以我们干脆 把机会让给别人 也有这样的人 那很多痴迷韩国瑜的人 一定想办法要去租了旅馆 甚至韩国瑜第一天晚上 要睡在狗菜公司的时候 也有人要包游览车去赔税 那这个疯狂的韩粉 当然是非常多 有一个韩粉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小董在节目上讲过 我的朋友朱学恒 错号叫宅神 那时候不请了多少鸡排吗 现在高雄吃喝不进 吃不完 为什么 又有一个韩粉 他在 我们知道25号要交接 他在23号 小董要爆好料 高雄的朋友 你一定要把他记下来 12月23号 就是交接的前两天 中午12点 在高雄的建国一路 463号 他要花5000分的 卤肉饭 5000颗 会将花种 客家的 然后呢 还有一家饮料公司 他叫 财忌忌 他送冷泡茶 888关 各位好康了 高雄 选上 一个受欢迎的 韩国仪市长 很多人 就出来 帮忙 倒卡庆 然后大家觉得 整个气氛是欢乐 我们希望选举就是欢乐 为什么 因为人民选出来 这个人 大家都觉得开心 觉得好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来点欢乐的气氛 请吃鸡排是一种方式 对不对 请肉粽是一个方式 然后现在请卤肉饭 请蚁浆花粽 然后请人泡茶 各位朋友 就欢乐嘛 吃事很大的快乐 你在其他县市 有看到这样吗 台北市有看到吗 没有 我们台北市看到 柯文哲每天 找人家吵架 讲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只有他最好 柯文哲讲的话 都跟自己的话 过去都是违背的 他讲话不酸话就是 然后讲够了 过一阵子就 讲不一样的话 自己推翻自己 这是一个 很可笑的人物 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小丑 他其实是一个饭桶 但是各位朋友 有人喜欢他吗 现在台北市 这四年来有做什么 没有 十一月八号 姚文志 十一月八号 姚文志 那时候还在选举 姚文志 就问他 四年前你选 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说你的监款 已经够多了 所以我关闭 我的账户 哇 全国大家 真的拍拍说 你看有这么 诚实的政治素人 你要是政治人物 一定说大家要捐钱给我 我捐越多越好 对不对 你看柯文哲好诚实就关闭了 姚文志说你说关闭了以后 你还继续收钱 930万 后来 后来你只推了35万 你还有 895万 你哪去用 姚文志公开质疑他 而且隔了三天 因为柯文哲没有答复 他继续问 柯文哲说我要查一下 因为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一堆 好像这种账 不是可以立刻知道的 各位朋友 今天几号 12月18 对不对 我讲了已经40几天了 柯文哲有没有公布 他敢公布吗 这姚文志质疑你的 而且这个资料是铁证如山 嘴巴讲得很好听 我关闭账户 你看我政治素人 大家鼓鼓掌 了不起 一定要抖他 钱照说 好的名声照样要 各位 我欢迎大家来检验 小董讲的 你等一下上网就去查 姚文志讲的 这东西很容易查 为什么 又在监察院的资料里面 你讲哪一天 我关闭账户 结果你的账 在关闭账户以后 还在哪 你的钱 你的监管还在继续收 这个一查就知道 柯文哲其实是讲不出话来 因为铁证如山 被人家抓包 今年的台北登学 标到了叫参宁公司 柯文哲派他的办公室主任 蔡壁如 去找参宁公司 你们得标 四千零五十万 必须拿出一千万 来给止风车 这整个过程被录音 王世坚在台北市会拿出来执行 王世坚说 我老板的意思 你就是要拿出一千万来给止风车 止风车做哪一部分 做采接的部分 然后你们就用 你们得标四千零五十万 你们就拿 三千零五十万 去做你们的台北登学 各位 有没有违法 柯文哲要不要交代 没有人去按您申告吗 我老板就是柯文哲 我老板的意思 有没有事 没事 因为他是柯文哲 我老实讲 台湾的政治不公道就这样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马航九出一本书 有律师扬眼要告 你里面不死 你给我怎么样 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司法本来就亲历 台湾司法本来就对马航九 对国民党这些人 劫步纵容 不用讲也知道 你如果长期听小总节目 其实我不只在中广 我在news98也有新闻 中午12点到1点也在评论 那我们做的评论够多 很多人讲说 那我来检验你 没关系 你尽管检验 我讲东西都是真的 我的评论你同不同意 没什么关系 因为人各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举出来这些东西 有哪样是假的 那大家认为嫌疾过去就算了 嫌疾过去很多事情 当然可以就算了 你可以一笑解恩仇 可是你讲到这种钱的事情 讲到这种法的问题 可以就让它过去吗 各位朋友 大家就是论事 我有时候在讲这新闻 其实很多人我是熟悉的 而且没有人像我那么熟悉 你说台北市长选举 选完以后 姚恩志迟了 有一席补选立委 大家都要来选 这些人我都非常熟 而且感情都不错 对不对 那你今天看到了这些人 为什么整个选举 变成被这样的大量报导 因为他关系到 立 蓝 白 各方人们要选 所以这个新闻的热度 就变成是一个延长赛 延长赛就说 他不是一般平常的组合 就是蓝力对决 不是 他里面有夹个白 这个白也不是真白 白就是白插 白插 讲广花 可是他标榜说 我是政治素人 他素在哪里 各位 大家看他素在哪里 他们是很有心机的 他们早早把户口牵过去 国民党笨笨的 没有找人去牵户口 只好叫陈兵埔上阵 对不对 就 你就可以看到 立营 柯文哲 叫学姐 叫她发言人刘怡婷 他们早早把户口都牵过去 牵过去准备要接 姚文哲这一席 早早就接 知道要牵户口来嫌疾 这种可不是素人 一般人你哪想得到 很多人搞不清楚 像我们这种 跑嫌疾这么久 我们才稍稍了解一点点 姚文哲这一席 在台北市有八席 有八席立委 台北有十二个行政区 巴西立委 你要把它切割 很不好切割 对不对 你跟很多其他选期不一样 台湾有73个选几期 每个选期就是 你就是哪几个行政区 哪几个行政区 那这些都属于哪个选期 就很容易分 所以你住瑞芳的 你知道我要盖谁 你不会说瑞芳 这几个里是盖谁 另外几个里 你只能盖谁 不同选期 在台北市比较特殊 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 有八个选区 那变成 变成譬如说 中山区 有的人是属于这里 有的人属于那里 407 有的人是属于这里 有的人是属于那里 所以你要是盖盖丁手中的 40的人 你就不能盖40另外的人 来盖瑶芳 因为他被分掉了嘛 我讲这个 就讲说 你一般民众搞不太清楚 外县市的人也搞不太清楚 那你如果要选这一期 瑶芳这一期补选 你要在台北市住四个月 然后呢 你如果要 你要参加补选 你一定要在台北市住百四个月 那你如果不是这个行政区的 不是这个选区的 选区只有八个 行政区有十二个 你如果不是这个选区的 你必须前一天 把户口签到这个选区 所以他十二月四号公告 你十二月三号之前 你一定要签户口 一般人不会知道 刚小董讲 很多人就觉得 好复杂啊 对不对 好复杂啊 这个要懂的人才知道啊 我说柯文哲 每天讲自己是白色力量 其实他们比谁都会嫌疾 他们比谁都懂政治 但是政治其实在台湾 不应该列为最重要的 可是 我们看到 民进党现在在想方设法在干嘛 拉拢柯文哲 对不对 然后柯文哲 姿态很高 那第二个人平常在打假新闻 那打假新闻就表示说 我这次选举 我深受新闻的苦恼 那打民进党的新闻 我凭良心讲 有真有假 国民党被打的新闻 也有真有假 柯文哲被打的新闻 同样有真有假 因为这是选举会这样嘛 柯文哲过去靠假新闻 打赢险战啊 那他这一次 他认为他在 法轮功的 器官案 他被栽赃 所以他很去 那打他是哪个阵营 打他是姚文治阵营 所以他觉得姚文治 你们这些人 很不够一事 他非常生气 丁手中有没有怎么打他 没有 真正打他是民进党 因为民党要先把 他们胜利的选票拿回来 所以对柯文哲就不容情 那你今天看到了 这选举的恩怨 对台湾很多人来讲 他觉得很重要 其实不重要了 台湾想的是生活嘛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从选举 我们选举是12月24号 12月24号票一投出来 大家看到了 整个新闻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报韩国瑜 韩国瑜要用谁 用哪个人 哇 大家就大量 继续迷的去报道 韩国瑜 光他的就职典礼 要请哪些人都可以做好几条新闻 他吃购的哪家店 那家店就火红了 就一堆人去排队 不是吗 他的团队 几个人今天坐着船 在爱河上面绕一下 说想看一看我们就职的场地 结果也是今天媒体的大新闻 这些新闻过大吗 其实照讲没有嘛 但是大家就要感受他的欢乐 韩国瑜带来没有仇恨 他就是欢乐 所以现在 陈其脉 邪他在营造欢乐 每天抱着一只猫 喂猫 来爸爸喂你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还画漫画 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 让我们有个快乐的社会 不要还一直陷在 嫌疾的泥脑里面 嫌疾 有时候会 因为嫌疾 的因素带来仇恨 他仇恨现在是 没有票的 现在要像韩国瑜这样 带来欢乐 不攻击 然后让大家感受到 我要带来是一个希望 是一个梦 有梦最美嘛 希望就香水嘛 等一下回来讲相关话题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波到网路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时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 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中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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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中广论坛 我是肖董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显后 很多电视播出了 你只要是播出的是韩国语 是欢乐的 是快乐的 是美食 看的人就很多 所以我们电视台自己最清楚 譬如说我的老东家 TVBS 对我很好 感情很好 过去说是 在有间电视一直是最强 现在不是 这两个月来 TVBS已经不是第一名了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不是贬义 因为 他本来就有掌有得 可是这么多年来 他还维持第一名 现在为什么 现在变中天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中天大量的报道 韩国语的新闻 从险前到险后 那很多人感受 韩国语的热力 他吃够了这东西 你只要报道 大家都去 他讲够的话 然后大家就 赶快去看 所以 我们在台湾社会 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 但他不是仇恨的 他是一个欢乐的 韩国语当然我认识他非常久了 我其实很担心 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也高的话 里面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到的 没有人做得到 那你现在还没上任 下来你会很惨 你上任以后 他讲说 你那时候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吗 完蛋了 高度的期待 就会高度的检验 那这种欢乐的期望 我们希望一直延续下去 民进党 民党政府选输了 当然有些人 一官吏就要下台 比如说党主席 蔡英文就要下台 只下台党主席 那卓龙泰要去选 刚刚卓龙泰宣布辞掉 刑政院秘书长 因为他选党主席 那辞掉当然没问题 因为他一定会当选 因为他保皇派 他就是蔡英文 跟中生代 这些人 推出来 什么叫保皇派 他这个主席的职务 现在当然还在选举 但他一定会当选 他这个主席的职务 就是要确保 让蔡英文 继续 变成民进党的总统提名人 因为蔡英文很多人希望他只当一届 那吴乃仁在气什么呢 吴乃仁在气 蔡英文现在已经不行了 你郑文灿 你是我们新潮流培养出来的大弟子 大师兄 你怎么可以去帮忙 走龙太 来捍卫蔡英文 你应该捍卫我们新潮流的大师兄 新潮流大师兄叫赖清德 这是你的工作 所以 我为什么要退党 因为我不满 我们培养出来的 郑文灿 已经变大伪了 而且你已经被判了 你去投靠蔡英文 既然让整个民进党 变成下一次可能选不上 吴乃仁表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很多人看不懂说 这拍戏怎么样 不是 不只拍戏 那我其实看得很清楚 民党当然他现在有两派 有一派像陈吉麦 每天抱着一只猫 然后拍来拍去 走来走去 然后再放一些自己潜水的影片 每天扮演卵男 很好笑 在左龙 左龙太 左龙太现在说 我们要让讨厌民进党 现在讨厌民进党是台湾最大党 要让讨厌民进党的人 我以后可以跟他沟通 这是左龙太 那你今天看到 有些人是杀气腾腾 杀气腾腾当然出管会是 党产会是 这些人 他们承认的目的就是 要整肃别人 各位有没有看到 外交部 外交部说 用中华台北容易引起误会 以后要少用 中华台北少用 那蔡总统才约见了 说我们今年亚印 在雅加达表现非常好 我们在亚印 我们是用什么名字 用中华台北 那两年后 东京奥运 我们要用什么名字 用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要少用 要兜用台湾 那你 你这外交部长 你在干什么 我有时候讲 这些人就是 心态 还是觉得说 看不起中华民国 就不要干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我讲真的 所以你也看到陆委会 你知道后天 陈寅寅要来 因为江炳坤先生 过世了 他来跟他上香 来调研 他的灵堂摆在海基会 那我们看到了 陈寅寅跟江炳坤 过去交手 然后两岸完成了 在他们手上 完成了18项的协议 那可以说 这功劳对台湾 非常大 对我们的经济 非常有帮助 那他认为 江炳坤够事了 他来 他去上香 他不要到灵堂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说 让你上香的 不是告别式的场合 他不到告别式去 告别式会碰到谁 告别式 很可能会碰到蔡英文 会碰到陆委会的官员 陈明通 对不对 因为两岸的人 一定会在场 江炳坤 大名鼎鼎 而且做这么多事情 那我不要去参加你的告别式 我到灵堂 到你设的灵堂来上个香 这个 其实大家都觉得刚刚好 陈明来 想顺便看看年站 陆委会说不行 你恨生枝节 陆委会 陆委会当然 遗恨未消 为什么 有人嫌疾 遗恨未消 向初转会 有人 因为 蔡英文当选 然后 两岸已经断了 他们在 海基会 在陆委会 没事可做 天天被冷风热潮 领高薪 那他们 想怎么样 他们想 如果海协会的人来 或者大陆国台办的人来 或者地方台办的人来 我们能够碰个便 表示说 我们官方有接触 可是 大陆不敢 所有来的人 不敢跟他们见面 他们说 你们不跟我们见面 你们就不准来 那我们就不要来 我们给你见了便 你给我po上网 我不就被骂死了吗 所以现在陆委会 也在泄恨 你 不准碰面 各位 我们知道 孤正吾先生 的儿子 孤成瘾 在京华酒店 不小心摔了 然后就过世 孤安会谈 当然在两岸是大事 汪大环先生也过世 孤正吾 的儿子过世了 汪大涵的儿子 想来上个乡 我们的委会 这今年才发生的事情 可以 你来 你上网先就走 他会 我不能拜访谁 不行 汪大涵的儿子 叫汪志重 陈志重的字 重量的重 各位可以上网 然后他就下飞机来上个乡 然后就被我们的人 当然不至于说把他挟持 他就眼睁睁的目光要求你 当场离开 各位 这有没有人性 一点人性都没有 陈一宁来 他认为过去 连战 对两岸也很多贡献 顺道看一下 不行 恒生之杰 连战 改个名字吧 连爷 你改个名字叫连之杰好不好 你现在叫做之杰 我有时候讲 台湾有时候没有人性 已经到了 在我们官员里面 在民进党的政务里面 那是非常普遍的 各位 今天谢谢收听 天冷了 谢谢